人格像是存有的一场梦 前情摘要 塞斯明确地告诉真 不需要再依靠道具来确定与显化信息 塞斯之所以能透过真说话 是因为两人身上存在特殊的能力 本事同根生 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共鸣作用 还有对心灵开放的心态 让塞斯可以利用 鲁伯的智力必须是高质量的 他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心智 一开始就必须熟悉某些观念 前世是灵媒 才能使这些资料的复杂性得以体现 那些被宗教信仰束缚的人 也在探究内在信息 但因头脑中的名词成见太深 得到的内在信息 被自我认知的成见扭曲成伪装 鲁伯的心智中 没有宗教迷信 因此扭曲的程度要小得多 危害性要小得多 很少被染色 而且更容易发现和清除 罗的问题始终在于自我设限 这是因为约瑟在安排自己的人生中 把自我意识 自我克制的属性数值设定的太高了 前一生放纵时导致他懊悔 让他矫枉过度 而此生扮演自己父亲的阿鲁克 贪心地想要在一生中 把累事积累的问题 一口气都解决了 导致人生的课业异常地沉重 两个眼弟弟的 还都对自己的角色非常没有信心 乌鲁偏逢连姻语 自己的妈妈 把一个母老虎加小女人 演绎得淋漓尽致 搞出一家四个男人 都是窝囊废 罗始终不敢 也不能直面自己的问题 导致其灵性成长缓慢 什么事都习惯性地依赖真去解决 而鲁伯演绎的真 此生功课是女性的柔顺和臣服 如果约瑟演绎的罗 不能担当起男人的角色 把真逼成了女汉子 两人就都无法达成毕业的必要条件 最后 塞斯告知罗 私人的私密空间 工作的神圣空间 最好要做到视觉分离 让不同空间有各自的专属属性 空间的混杂使用 会让心之内的感受相当的混乱 对身心灵的发展都没有好处 塞斯对真与罗 胡乱尝试连接各种灵体感到不满 真在情绪不稳定时 很容易被负面意识体造访 塞斯在多节课中 都很委婉地提醒过他俩 别做好奇宝宝 但又不好伸说 塞斯是很珍惜鲁伯的 不想他被负面的资讯侵扰 而且真这个载具 本身就很雷若 塞斯使用的时候 都很小心在意 但自己省着用的生命力灵能 却被他俩自己用在了好奇心上 这让塞斯很头痛 我不希望鲁伯的灵性能量 为了这些需求而被消耗掉 我们的工作需要你们所有的灵性能量 你们今后要学会好好利用这些能量 也要学会从基本生命力中汲取能量 基本生命力是宇宙能源 冥想 站桩 打坐 都是摄取凝聚生命力的方法